传习法师,业障越重六根药的刺激越重,人很多时候会受到业障牵引,而做出错误的判断。 比如说,有些明星,喜欢整容,把下巴整得尖尖的,大家都觉得这是美的。 但是按照药师法门讲,下巴是晚年的粮仓,这样子晚年就不好。 业障导致的错误判断是很可怕。 比方说吃素的问题,有的人会认为吃素没有营养,就一定要吃肉。 这也是错误的判断。 修行修身,一定要吃素。 色身清净后,一定不会想要吃肉。 而且,色身比较清净的人,口味是很淡的。 在《皇帝内经》中讲,胃淡上升,胃重下沉。 这个与棱严经道理,倒是有些相通。 一个人口味太重了,很容易堕落到恶道。 恶道的口味就是很重的。 比如猫吃咸鱼,狗吃大便。 某些恶鬼,甚至以厕所的大便为食。 这个在佛经也有记载。 而天人刚好相反,天人吃的是天上的甘露,吃人间的贡果,也是闻一闻味道就好了。 不像人的色身这么粗重,吃了还要排泄。 佛经中记载,早期人类从光阴天来到地球,吃地肥,吃了还能飞到天上。 再后来,地肥没有了,就吃甘露,但也能飞回天上。 甘露没有了,地上就长了五骨,吃了五骨,就飞不回去了。 而且,色身也跟着粗重,就有了饮食男女的欲望。 那在后来,人类就从素食转为了肉食。 现在餐餐都要吃肉,放的调料,喂重,这都是人类欲望重,身体跟气差了的因缘。 不仅是饮食,色沉,生沉,身根上,也是一样。 看刺激的电视电影,听暴动的音乐,或者做刺激的运动,蹦极等等。 这也是人类六根的口味越来越重。 那也证明,人越来越往堕落到跑。 佛说,现在属于简洁时期,从六根的欲望加重,我们就可以看出来。 人的业障越重,六根欲望就越重。 冷言经说,最重欲望的,就是地狱。 恶鬼是贪心不足,但地狱更可怕,带着强烈的执着欲望,才会产生地狱。 而天人欲望很小,很容易满足,所以自由自在。 在地是天,只要抓一下手,就很满足了。 但人道不同,人道要身体接触。 而地狱道,更是因为业力,把火烧红的铁柱都看成了男女。 修行不仅是修心,心在改变时,身也会跟着改变。 不会说心改变了,身不会改变。 学佛念佛久了的人,会越来越柔和。 这就是他心改变,身也改变。 而且念佛久了,一定不喜欢吃肉,口味一定会越来越淡。 比如有的女人,喜欢打扮,开始修行之后,就不喜欢化妆了,穿得也朴素了。 这其实是修行进步的一种表征。 大道都是质朴的。